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梁冰飞 我是Palama Shiva Wuhong课程35期的学员 从第36期开始一直在课程关怀组做志愿者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11月4日 做了Mahawala Puja 为祖先超度的仪式之后的一些感受 在Palama Shiva Wuhong课程中 我学到了根源模式圆满的科学 做了很多相应的练习 尝试寻找了自己的根源模式 我自己是三岁 我的亲生母亲去世 我的家人就会说我是一个很可怜的孩子 因此我也一直会认为 我的最爱的妈妈已经离开我了 所以我是一个不被爱的 不被这个世界接受的一个孩子 虽然我的家人 其他的家人也给了我很多的爱 但是我可能就经常是感受不到 经常会还是觉得很匮乏 在日后的这种生活 学习工作当中 还有自己建立自己的家庭之后 这种模式经常会出来困扰我 经常会要不断的去求关注 求爱的这样的一个人 在这个根源模式的圆满的科学当中呢 去圆满去释放那时候的对妈妈 失去妈妈的那种恐惧不安的情绪 几次尝试之后 我也确实感到了内心有很多圆满 在和别人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以前我都会经常是掉眼泪嘛 然后之后就发现自己不会哭了 我就认为自己可能真的是圆满了 我要去准备超度仪式的这个 填写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呢 我找不到我妈妈的照片了 这个情绪 这个事件出来的时候 我是非常难过的 因为我又有内心的那种无力感 当我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原来还有这么多事情我做不到 我这么想为我母亲做超度 但是我却找不到她的照片 这种很深的无力感又涌起来了 又发现啊 我原来这个 我曾经认为我的这个圆满 还没有做 还有很多不圆满 所以我就 我请求Swamiji帮我拿走这个业力 帮我圆满我的 这个内心的无力感 然后这时候呢 就有一个同修师姐 我跟她说了这件事 她跟我说 你可以去问问你妈妈的朋友 然后我突然就想到了 我认识了一个我妈妈的朋友 她 我还有她的微信号 我就马上去联系了她 然后她也马上给了我回复 她那里还有那种 就是黑白的 几十年前的那种 大合影的照片 她是我妈妈的小学同学 大合影的照片里 有我的妈妈的样子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师的安排 她让我知道我有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不圆满 让我愿意去 去臣服于上师 让她去帮我拿走我的不圆满 同时我也感受到了 上师的爱和同修的爱 他们会帮助我 圆满我的这些无力感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 我在参与完 马哈瓦拉普加 超度仪式之后的一些感受 在当时仪式的时候呢 我其实是有感觉到 有一些能量的进入 我也一直在向上师 去请求 拿走我这个内心的无力感 圆满我内心的模式 当天呢 我参加完超度仪式之后 我走出家门的时候 我就发现自己的身体 就轻盈了很多 就是从未没有的那种轻盈感 我也觉得很神奇 我觉得可能是 业力被拿走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样的轻盈感吧 我在去星巴克买饮料的时候呢 我知我得到了一个 这个一赠一的一个幸运问卷 就是随机的 一千无办人 或者一千位顾客 里面会有 会突然蹦出来这么一个 就是很随机的 虽然只是 显化了一杯饮料 但是我会觉得自己 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当天晚上呢 我也一直感觉到自己呢 是 已经是非常被治愈 已经 一直在一个圆满空间里 我当时就鼓起勇气 跟我先生说起了 斯巴米吉的事情 在此之前 我一直都不敢告诉他 我在跟随 尼西亚南达大师 学习的事情 因为什么呢 是我觉得 我是对自己 不够有自信 我怕他认为 我是侮辱邪教啊 每当他问我的时候 虽然我家里也已经 摆上了斯巴米吉的像 但是然后我就会告诉他 我在学习宜家 这是我的宜家老师 我也并没有跟他讲 我在具体的 还在学什么 但是在超度仪式之后呢 我就突然 有一股很大的勇气 我跟他说 我在跟随 尼西亚南达上师 学习的事情呢 以圆满的空间 跟他交流 然后我先生跟我说 他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然后我觉得自己 这么多天这种 就是不安啊 不自信啊 就是有自己的幻象 我其实没有必要 这么纠结在 自己的这些 不自信上面 通过跟我先生的 这个交流呢 我也突然感到 自己的这个内在空间 有了很大的扩张 我曾经呢 也认为 我有一份全职的工作 然后还要参与 志愿者的工作 然后还有自己的家庭 还有孩子要照顾啊 我觉得自己 怎么会有那么多 时间和精力呢 这真的是不可完成的 不可能的任务 我经常就是 陷在这种时间的无力感里 然后我也是经常在这个手帐上去记录一些自己的日程啊 然后就会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时间的匮乏 但这次参加完超度仪式之后 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内心的空间的扩张 我也会觉得事情是 有很多事情 但是我只要拿起责任去一件一件的完成 所有的事情都会很顺利的解决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 也会对 马哈巴拉普加超度仪式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和志愿者联系 感恩大家 願感到 你看到 铃的 赛 ätze